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到了一个很安全的港口 所以我交往了半年 就决定结婚了 夫妻结理二十四年 不过现在却传出两人已悄悄离婚 最近周刊报导不久前一场聚会 一名A咖女性突然爆料说 林青霞无法忍受老公在外有恶心 加上孩子已经长大决定离婚 拿了约台币八十亿元赡养费 恐怕是华人娱乐圈最高的费用 震惊所有人 她就有一个信念 就是对我好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 就是天上的星星月亮 你都可以 她都可以满足你 回顾林青霞与行李员两人 一九九四年结婚 遇有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女儿还叫做行爱玲 现世夫妻恩爱 婚后林青霞在家相夫教子 阔别营潭十八年 直到二零一二年才复出 打动了你 没见过你 应该十多年没出来 实际上我家写也很闷的 出来玩 时不时复出也被外界揣测 是不是豪门婚姻生活太孤单 对于离婚八十亿赡养费和现况 林青霞好友高小姐手机没有回应 一切讯息恐怕第一段林青霞本人所分明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就是她行李员是靠着卖成衣致富的 身家更是高达了两百亿元 当年娶到华人影坛的女神 让所有人都很震惊 不仅让女神衣食无忧 更不时地传出大手笔的宠爱 但2006年起 林青霞跟老公就屡次传出婚变 当时赶梅爆料她被迫搬出家中 夫妻俩的感情触交 行李员事后出面否认 但之后又有消息传出林青霞的精神状况不佳 需要定期的就医治疗 并在生完小女儿后 已经分房税长达十多年 直到2012年 大陆作家王恬恬爆料 因为行李员一直想要有个儿子继承香火 但是林青霞已经快要60岁 要生育已经是男上嘉男 才会再包养一位上海的小三 甚至还生下了私生子 而林青霞的时候虽然被问到这件事情 虽然否认婚变 但当时她的态度并不果断 再次再成为讨论焦点 从台下到领奖台来拿这个奖 距离这么短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近 但对我来说 好像走了几世纪这么远 其实林青霞1994年习影 嫁给行李员后 林青霞一直在家相夫教女 老公2010年退出了公司的管理阶层 当时就有200亿的身价 据说林青霞60岁的生日礼物 行李员还买下了暂定 5万英尺的超级环宫豪宅 现在市值估计有11亿 约台币42亿的千坪豪宅 打破婚变传言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